我们的塔位规格有非常多种 那从基本款可能十出头万 就有一直到百万等级的商品都有 身后入住的铃骨塔 装潢色调柔和 百万等级VIP室还有沙发座 让家属愿意多停留 跟至亲家人说说话 走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不会觉得有压迫感 而且它视野情况是非常好的 你走在这边就会非常舒适 很像都可以在这边拍一个偶像剧 走向人生终点时 包含礼仪服务和最后长眠之地 处处都需要钱 这家新创殡葬业者 纵使价格较为亲民 但基本流程半晚 仍需要三十万上下跑掉 一个标准型的一个礼仪服务 就是从头做到尾 所谓做到尾是做到 送我们的客户到 他自己指定的来世宅 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话 大概是十几万 来世宅的部分 哇那个人数就很大 从我们刚开始的十出头 到上百万的东西 甚至有时候到上千万都有 突然得拿出一大笔钱 办丧事 对经济拮据的家属而言 是沉重负担 若买不起生前契约 小而美的新型保单 或许是另一种选择 为了保障 无法投保受险的高龄和弱势族群 政府在2016年 推出政策型保单 小额中老险 由于初期一人现买一张 而且保额只有三十万 比赔金额过低 还一度被戏称是只够买塔位的零骨塔保单 不过今年五月开始 保额上限提高到九十万 而且一人可买四张 希望能提供丧葬所需 圆满人生最后一程 小额中老险主打低门槛 过去被保险公司 居于门外的族群都能投保 不止年龄放宽到上限八十四岁 最高保额九十万 而且不需要体检 费用也比一般受险便宜两到三成 以六十岁男性为例 一般终身受险 年交保费高达五万七 但小额中老险只要三万一 超过一般受险 承保年龄的老人家 可透过这类保单 预留伤葬费用 减轻子女负担 高龄又有慢性疾病的对象来讲 他可能在其他的保险 是没得选择的 那在小额中老 他有机会承保 但是他的保费 也有可能会因为 他身体状况的原因 被加费一些些 是有可能的 不过有专家提醒 小额中老险保额太低 已婚又有房贷的青壮年族群 不适合投保 最好考虑用定期受险 拉高保障 另外小额中老险 虽然标榜低保费 但投保前三年属于空窗期 代表若三年内部性申雇 只能领回总保费的 1.025倍 投保前得衡量风险 传统的终生受险 只要一经合保完成之后 第二天发生的这个申雇 或者是完全失能的情形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产生理赔了 小额中老受险 它是在一到三年的时候 如果发生完全失能 或者是所谓的申雇的时候 它是不理赔的 专家直言 小额中老险 和一般终生受险相同 年龄越大 保费越贵 而且超过60岁投保 最后理赔金额 其实跟自己缴交的保费差不多 例如60岁男性 投保保额30万 20年总保费28万9千多 从第四年起申雇后 家属可获得理赔金30万 等于是用自己的钱 赔给自己 怎么样保财核算 得先拨拨算盘 虽然是便宜 但是总个保费还是蛮贵的 因为只要是保险里面 冠上终生两个字之后 其实不管任何的选种 意外选也好 癌症选也好 医疗选也好 只要有终生两个字 其实都是蛮贵的 社会新鲜人 他刚出社会 他如果赚的钱有限 他是可以评估 先做这样的保单 但是如果是针对一个 比如说已经结婚 有家庭的对象来讲 其实就没有那么的适合 小额中老险 替更多族群 撑起保护伞 不过人得买对商品 多看多比较 TVB新闻 陈又祥 戴元丽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